感性看球理性聊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看球我是阿三 那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中国女排呢在奥运名单的一些球员上的一个选择情况 那众所周知中国女排在结束世界女排联赛呢所有一个真诚之后呢 球队在经历一天的一个调整 那么目前呢已经回到国内宁波北轮进行一个集中隔离 那么封闭集训包括呢其实也是为了之后呢 更好的去备战这个接下来的奥运会 那么眼下参加四联赛的15个人呢 其实也正在那和前期回国的女排队员呢 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训练 针对球队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么进行更好的去备战和冲刺 那么考虑到这一次奥运会呢马上就要到来 因为根据之前那个比赛呢 其实郎平呢多半也会从中去挑选出啊 合适的12个人大名单 那么其实去参加呢这一次东京奥运会 但是考虑到这一次四联赛上呢 有些球员那个表现也是非常糟糕 因而呢这一次严选上的选择 其实也是扑朔迷离 那么对郎平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选择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 那么中国女排各个位置上当中呢 就让郎平指导呢非常难以满意的 应该就是自由人这个位置 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四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 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目前中国女排的主攻啊 接应副攻等等一些位置呢 大家的一个表现也都非常的出色 却唯独是自由人这一块的一个位置上呢 出现了不少的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王梦杰 虽然说王梦杰目前的年纪啊 是处于一个黄金的一个年龄状态 而且呢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非常高效和出色的一些表现 但很明显呢 经过一两年呢 其实没有一些国际大赛的一个锻炼呢 其实王梦杰啊 在场上的表现起伏状态非常的大 经常啊经常是出现呢 遗传不稳 防守呢也不起那些状况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糟糕表现 其实也很难让球迷去满意 毕竟呢在四联赛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呢 都没有办法打出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奥运会上肯定会更加的糟糕 毕竟呢到时候全部都是一些奥运啊 世界各级的一个强队 那么王梦杰呢 肯定会表现的 其实会更加的差劲 更加的应接不暇 那么另外呢 老将林立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那么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个功勋老将 其实在过去啊 也是帮助过这个中国女排呢 立下过不少的一些汉马功劳 但毫无疑问 现在的林立 其实整体状态 也是比较糟糕 因为年龄上去了 他的一个整体的体能状态也下滑 目前啊 他唯一比较可贵的可能就是 他在场上的一些丰富的比赛经验而已 所以总的来说 那么林立和王木杰这两个呢 目前其实都不太能够呢 让郎平是放心去把他这个带到奥运会上 去为国争光 所以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中国女排的20岁天才小将呢 泥菲芳呢 那么去入选奥运会12人大名单呢 其实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众所周知 尽管说现在仅仅是20岁 但是呢 天才小将尼菲芳呢 是一直非常受这个郎平的一个喜欢 这次他虽然说没有能够参加四联赛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呢 他肯定也是中共女排 未来的一个核心球员之一 所以其实在林立和王木杰都 不太给力的情况下呢 那么其实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尼菲芳呢 会最终被征兆又入队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眼下还有30天的一个备战时间 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三个人谁的一个表现 最好那么郎平呢肯定也会把谁呢带过去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